回到第八場主題賽事國慶杯 三級賽一千米 高班馬,狀態好的馬都相當多 四號、九號和十四號 我都覺得神操不錯 澳遊戰士又拖大眼罩 好,看看這隻十八號招單跳顯心星 剛才浩然都說過 鬥得他不漂亮 有時他都不太聽話 不過這些是較早前的跳 九月中 好,再看看市集 電子兄弟 你看有沒有玩你 加州德遜市集 裡面還有一隻喜報 在外面白臂梁那隻顯心星 我想如果大家拿一副賽職出來秤的時候 他當然厲害 誰敢說他不厲害 但其實馬的馬口 他不是那麼好的 很多時候都是 你可以上馬會的網上去檢查 馬小圈騎的時候 如果你鬥得他不漂亮 他又擺左 又擺右 他以前試過用很多配備 去不斷幫他 後面還有一隻紫色衫的龍城外象 龍城外象的款式挺好的 不過比第一個集 泥閘的今季八月中的大集 影響 轉彎 不轉腳走出去 始於當家後王 試襲時間快 剛才也說了 跟一隻閃電列馬 他贏你這些集 有什麼出奇 但他的馬應該可以再炮彈一點 因為以前厲害的時候 你還看過 所以我自己這一場 我給手指 我都未給他三隻手指 外觀他很好看 但如果你看草地 他衝一段厲害的時候 以往真的未必能拉得到 那些猴王 標準猴王 以前也是這樣 跳起來也厲害 是 這隻標之智能 閹了 又回去重化 又是 跌了接近五十磅 你就要量度了 好 看看這隻美麗掌聲 蔡前在重化的試襲 他都挺頻密的 試得這隻美麗掌聲 試了三個大集 你看看今季 與蔡漢的馬來說 就不是很常見 但是你在重化要調整 那個標準 因為很多都是低分馬 所以這隻美麗掌聲 這隻美麗掌聲 按著衝上來 一衝就過了 他贏這些試襲 是應該要做到的 爆尾那隻都贏了 什麼來的爆尾 張燈結彩 對 好 前面 換到腳了 美麗掌聲 後面是樹美 挑出世界 他一向都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隻美麗掌聲 做了三個大集的準備程序 他就很實 彪之未來落草地 都是禮派功夫 他是神操長期不起眼 長期兩隻手指 不過不要緊 落到長 準到避 所以這些馬 只是神操的形態 他是這樣的 賺級數 看看是不是 好 彪之智能 就在前面 跟那隻未戴眼罩的 澳遊戰士在這裡走 以戰養戰 就在第三位 其實這麼久以來 以戰養戰 就算他跑過位置 或者怎樣都好 我覺得這隻馬動作 我就不是自己 那麼喜歡那一款 所以你看以戰養戰 上季 他都去到閘後面 都覺得動作有疑問 但他都上了名 彪之智能 前面 近鏡頭二四七 就是澳遊戰士 兩隻馬大家都高分 不過這些閘好 都不是很奇怪 是吧 有這麼高分 再看澳遊戰士的拍跳 近鏡的 近鏡就轉一轉 近期轉兩轉 但他剛才那個大閘 沒有戴眼罩 今次就會試一試這個配備 試要有賠率 才試得過 到時再看 今天有你共賞了 他都保持得很好的 以這樣的年紀 八歲了 其實在高伯生那裡 都用不少了 馬 好了 這隻一出即勝的聚財 繼續都跑一千 希望他沒有了新鮮感 仍然能夠可以 後上追得及 早上他確實是吸引的 慢不要緊 馬很穩定很自由 上次被人發了一邊 田太安都贏 鐵木兒 當然功夫少少 禮計過 也翻過重化 這貨就是香港市的千八草地 他一向都是這樣 經常都抓不住 這隻經典之聲 都是有些傷患者的問題 之前又退出過比賽 雖然就比較早些 都要跟大家說說 僵口不好 所以長期是雙乾淨口含鐵的馬 我總是覺得只有一口氣轉彎 這樣就跑掉 平海掌聲 是否真的沒什麼勢 沒什麼火 當然 比不遠走 對 比那些貴初試襲 我都有影響 這隻上次我也覺得不太好 跳出世界 結果他都有 可能這條爛的外檔就幫到 所以這條尾跳 回來香港跳 他都有這樣的習慣 好了 全城 火車頭這樣 眼罩這樣 就慢慢的 交叉被固以前都會有 落得草地彈雜 就實勁了 這些就沒得談 後備一的小太陽 面固交叉被固 近期跳都看到他用了這些配備 他不是說很差 不過傷患實在太多 來到第八場 跑一千米的國慶杯 這一組你一看下去 很多的箭咀升降降 多馬上班或者下班跑 就引申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的負榜有很多 有時加了很多 有些是減了很多 所以這些賽事 經常都爆冷 就是這個原因 有時大家忽略了 他們什麼輕榜的能力 會遠比什麼重榜高 譬如好像聚財一樣 上次你見他贏 當然贏得很出色 但上次他贏了二班 這個聚財 今次是越級挑戰 上來跑級制賽 他會成為熱門 但今次排了十一檔 能不能夠走到三位 我不知道 大隻馬比上次贏的馬更加漂亮 其次很多馬都好像差不多 經常互有勝負對壘 譬如標知智能 甚至美麗掌聲 那些經常都一起跑 所以這一場很緊湊 其實根本都是要慢慢研究 你剛才所說的問題 是聚財 跳出世界 你一檢查上一次 二班 二班不要緊 二班那場馬一號是平海掌聲 那隻馬得94分 好了 你計算你自己聚財 92分已經是二號馬 跳出世界 四號馬 89分 這一場馬最低分都90分 然後你數上去的那些 即是叫做94分低的那些 只有十一號打後那幾隻 即是因為你要計算自己 什麼跳出世界都是 全勝那些都是 所以基本上班次是完全兩件事來的 那你說賺了一個榜 什麼成都好 那你怎麼算是另一件事 但是那個賽事結構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有些班而不是很重的榜 我覺得奧游戰士 標指未來 做三個集的美麗掌聲 還有一隻就是當家豪王 那我覺得這幾隻會較為好些 那第八場賽事都很簡單研究過 值得花點心思讀一下它 休息一會兒